少子化的影响学生数是越来越少了 台东高商今年招生做出了区别 把综合高中科回归到技职教育体系 改成为广告设计和应用英语科 要提供台东校网技职教育的学子有更多的选择 因为少子化的影响 许多高中职都纷纷减半阴影 台东高商今年招生未做出区别 也是回应许多家长的建言 正式把综合高中科回归到技职教育体系 改设广告设计和应用外语科 要提供台东向往技职教育的学子更多选择 台东高商其实在台东一直是技职办得很好的一个学校 因为在这几年来 整个社区家长或者是说国中端那边 也都常常跟我做一些反应 他们希望我们在高中直端能够更重视这个技职 所以我们今年学校特别从重高的部分回归到纯高值 那我们今年增加的科系包括有广告设计 还有应用外语 还有我们把另外两个班增加到观光科 还有直触科 那我们学校这样子多元的一个类科 是希望能够补齐整个台东的技职教育的缺角 尤其在整个台东的技职教育里头 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广告设计也没有应用外语 这几年来我们发现有很多学生 他实际上是不太适合纸笔测验 那这些学生他透过实作 就像杜威所讲的做中学 他在做的过程里头 他去体验了这个知识 然后才发现了原来这个知识的有用 校长刘林慧也说台东的国中生 大约有三成是学术倾向 七成是实作倾向 学生透过实作可以体验知识的用处 希望推广学生们在国中时可以多做职业试探 找出他们的兴趣 也期待借着广告设计 应用外语以及观光科 与台东部落或在地文化资源结合 可以将台东推广出去 也让学生们获得一技之长 并找到知识的意义与价值 记者廖婷娟台东市报道